下一位獎者是Irvan 他來的Open獎 不對不對 等一下不對 哎呀 你上來幹嘛啊 下一位是Jasmine的拉人更輕鬆 的資金持平放投票 你們 我們等一下會直接用 OK OK 好 好 這個是今天我們辦的活動 那上午剛剛三分鐘提案已經介紹過了 然後現在主要上來可能不會講到八分鐘 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要這麼做 就我和Ivonne會參與 一開始跟Jasmine的接觸其實是我們參加了台大的 玉林跟玉林基金會合作的計畫 然後會跟Joseon一起研究一個關於親世代 還有學生族群參與社群動機的主題 那我們在過去一年多以來 就除了陸續 比方說做基礎收 改觀網 還有在大松提案收集意見之外 我們這個應該是 今天這個是新做的事情 那我們在這之前有做一些分享會 那如果你有關注居民一個社群 應該發現最近可能噴出很多貼文 不知道會不會大家會不會覺得太多了 那因為有辦很多不同學校 不同大學和高中的分享會 所以有花的比較多貼文去宣傳這樣 那之前的分享會也包含很多不同的主題 比方說邀請自學生傳團隊 或者邀請各種不同社群專案去分享 那像今天有參加至今池的Linux Odyssey 他們是之前的臨時小學校 提案競賽工作坊的得獎者 他們也有參加分享會 回到他們的學校分享 也有來今天的活動 那至今池今天我不用的工具 這個是 這是總統被合作風鬆的時候做出來的 這個是唐鳳跟Glenwell做的 Radical Exchange 你可以解釋一下 對 就是 Radical Exchange 是唐鳳跟Glenwell他們一起合作出來的一個網站 然後在這個網站裡面就是有一些 比較新的科技的實作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相關的投票 有嗎?只有資金池吧? 沒有只有平方池 就是Quadratic Folding可以在這邊 然後其實裡面應該也會有一些 就跟Plularity有關的介紹等等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除了要分配 我們透過玉林計畫 從台大那邊拿到資金之外 我們也是想要順便來幫忙使用一下這個工具 然後我不知道現在在場的大家有沒有人有用過 有用了剛剛的投票 然後嘿 哲偉 好 謝謝哲偉 好 剛剛大家可能有試用過這個投票 然後我們覺得可能有一些小問題 然後希望大家除了投票 然後看其他參加的四個專案的內容之外 可以如果你覺得這工具本身有什麼問題 可以回報給我們 然後我們會把它整理之後再分享給 你說那個活動什麼? 對 他們會再想辦法去彙整這些問題 可能發個issue 或者是在slack分享回去 好 那如果有人還沒投 然後你有一點興趣的話呢 就我們建議是可以還是在專案列表 看今天參加的四個專案 那今天的專案是 就是shoutout還有數位認信松 Linux Odyssey跟Collage 這四個專案都在參加資金時的競賽 所以如果你對他們的專案內容有興趣 你可以來用投票的方式幫助他們獲得資金 好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他就在這個專案列表這個頁面 然後從投票連進去的話 就可以挑選其中一個投票連結 然後你點進去 我們可以隨便試點一個 就點進去之後長相會是 怎麼滑到這麼下面 大概會長得像這樣 然後你可以分配你的票在四對上面 所以如果還沒有這麼做的人 你有興趣可以去投一下票 那我們今天的 要分享的東西應該就這樣 然後最後就是 其實我們這個專案呢 本來就是綁定台大跟玉林的專案 所以我們這個專案會告一個段落 在今年12月29號的時候會結束 然後之後我 我們可能會用 不會不一定會用 大人跟玉林的這個名稱活動下去 但我們應該還會在社群中活動 那如果對我們做的事情 比方說對學生族群和青世代 在社群中的專案有興趣 或者對基礎時候 我們在官網有興趣的人 也可以繼續看看我們在頻道發了什麼 然後我們29號會有一個成果的整理發表 然後就可能會邀請有興趣的人來聊聊天吃吃東西 好 謝謝大家 最後補充一下 投票到三點半 就是歡迎大家可以把握時間投票 然後我們稍後也會頒布今天的得獎者 謝謝兩位的分享 再一位